臺灣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這一席你非拿到不可就對了 不論用什麼方法嗎 不對吧 是我李婉玉在選 你們有本事衝著我來 不要傷害我身邊所有的人 夠了真的 一二代再而三 一下侮辱我的老師 侮辱我的爸媽 侮辱現在又要連我的小朋友都要一起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比政見嗎 比你能做什麼 比我們能夠做什麼 不是嗎 我看到他這樣子然後還要去看醫生 你們有沒有人性 不要搞成這麼恐怖 真的 我當然是完全受害者 我當然知道他們是怎麼樣搞的 我被搞過啊 衝著我來嘛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就跟北投分局來報案 那報案之後就讓警方去查案辦案 那我個人也沒有去做任何的關心 畢竟偵查不公開 這是很基本的法律原則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也還不知道這個黑函是誰發放的 因為這是偵查不公開 那我也尊重警局的一個偵辦 那如果今天李婉玉小姐她召開記者會 那來說是她的公讀生來發放的 那原來真相大白 這個黑函就是李婉玉陣營去發送的 所以我覺得後續的偵辦還是讓檢警去做後續的辦理 那真的不需要無限上綱 今天我們這個記者會就是要強力的譴責新白色恐怖 就是在李婉玉總部公讀生的被查水錶的事件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兩天前 那我辦公室的一個公讀生 在早上要去買早餐穿著拖鞋的時候 被一個自稱偵查隊的人 然後帶他去北投分局要做筆錄 然後從早上十點多去 一直到晚上十點多才讓他回來 然後呢他在當場的時候問他 你認識李婉玉總部還有哪一些人 那這位公讀生就給了他我右手邊的這位公讀生 還有張小姐的電話 那這個原警呢 當場請他用他的手機播給這位公讀生 就告訴他說你也設計被發黑函 就是請他等通知 那所以搞得我當時總部就人心惶惶 然後再來過了一天 我的右手邊這位公讀生 接到了家裡的電話 就是說有一個偵查員 跑到中立一帶 然後去到他的家裡 然後去告訴他的媽媽說 你的兒子帶著他的學弟去幫人家發黑函 他要被檢察官辦案 然後用他違反選罷法 然後妨害名譽等等的要來辦他 所以他的媽媽非常的恐懼 然後打電話問兒子到底做了什麼事 那我們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覺得這位公讀生我認識他這段日子以來 就他非常的認真 然後他只是一個我的學弟山上的學生 然後再課餘為了補貼家用 為了不讓家裡擔心 然後到我的總部來工作 然後居然變成他必須要承受這樣巨大的壓力 以外 我覺得當然我們首先我也非常的感嘆 我們的人民保姆他們很難為 他們那麼認真而且已經做不完的案子了 然後還要受到高層的指示來辦案 所以我們現在強烈的質疑 新潮流正在展開全新的一個新白色恐怖 我覺得選舉應該是比專業不是比恐怖 如果這些心思只會放在作弊 一人投四票或者是專門在抹黑別人 製造白色恐怖的話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正派的民意代表 根本就是集全部的負能量於一身 他不能夠叫做正能量 我覺得這樣子的民意代表非常的可恥 而新潮流不僅霸占總統府 霸占行政院 現在還要染指司法 企圖來霸占國會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誇張的事情 選舉不應該選到沒有人性 我覺得 尤其是在這整個過程 我已經多次的質疑吳思瑤 你可以直接對著我 你不應該來對付這些二十出頭歲的 打工幫忙家裡認真的一些孩子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的離譜 那這樣子的行為 還要多久你們才要罷休 然後還要秋後算帳嗎 那所以我右邊的這位公讀生 他告訴我說晚玉姐我都睡不著 我壓力非常大 然後他必須要去醫院就診 看精神科才能夠睡覺 那我覺得我今天必須要替他站出來發聲 我不能夠讓這些二十幾歲的小朋友 這樣子的被 受到這麼巨大的壓力被恐嚇 所以我今天召開這個記者會 我嚴厲譴責新潮流的白色恐怖 我嚴厲譴責在選舉期間 還有這種查水表的行為 這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嗎 夠了嗎 有本事你們衝著我來 有本事你們衝著我來 跟大家說一下你的 你這個事情發生你是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我已經好幾天都睡不著覺了 然後我會一直很害怕就是 事後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 要帶我回去警局 但其實他說我那幾天發黑函的時間 我根本就都沒有上班 我都在桃園的家裡休息 然後我覺得莫名其妙的 他就要用這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法律 我也不懂 然後就說他起訴我 然後讓我這幾天都睡不著覺 然後很恐慌 然後一直會一直去想這些事情 就連我在騎車的時候 也會滿腦子都在想 然後沒辦法認真專心的去騎車 有時候也會差一點就要撞到前面的車子 所以我最近都一直不敢出門 是晚宇姐說要幫我 所以他要幫我 他要幫助我 所以我才有勇氣出來 然後來到這個總部 然後去跟大家說這些事情 我覺得最離譜的是 他根本在所謂的偵察隊跟他講的 什麼他去發黑函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來上班 中部去找他的親人呢 去威脅人家的媽媽呢 選舉不是這樣子搞的吧 選舉不是應該要比好比專業嗎 比你所謂的正能量嗎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覺得檢調單位應該也要適可而止 我是不是要反過來告檢調單位 意圖使人不當選呢 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只是 其實很多人都說 年輕人對政治冷感 那我想說 透過這次的機會 晚宇姐給我這次的機會 讓我去接觸一下 政治是什麼東西 但沒想到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是讓我對台灣的政治很失望 真的是很失望 我想說為什麼我只是一個來打工 想要看看市面的人 然後 他要這樣子對我 我明明什麼都沒有做 我覺得中原生他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他是第二位 然後第一位已經不敢來了 然後再跟大家講說所謂的 他所謂的黑寒 我來告訴大家 新潮流一概的選舉方式 這是上次戴維三在板橋的時候做的東西 這個才叫做黑寒 李婉玉就是靠八卦出道 然後精力就是只有喝醉打人 這個是他做的 這是吳思瑤這次 昨天發的 證件發表 一位不參加 我沒有證件 所以我去證件發表會上 就是他當看證件發表會的人 全部都是死人 然後說我全部都在抹黑攻擊他人 證件會到現在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到可受公平 我沒有任何一句是抹黑攻擊的話 如果有的話我請他提出來 然後他自己就是 實實在在 檢調單位不是檢調單位 偵察隊指的是 這位公讀生看到監視器看到他的畫面 他是看到了什麼 請他立刻公佈監視器畫面 因為他根本沒有上班 白色真面目 新潮流政治操控 現任明代公然操縱司法 警方合估辛苦保民 還要遭到高層的高壓 孩子無辜 孝順打工 竟然要擔心受胖 新潮流真的是心恐怖 真恐怖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嗎 所以我們今天是有在發 就是轉傳一些媒體的報導 那是被對手 你認為是可以寒流去提到 才會有這一點 其實不是 因為當天我不在場 這一份是我們一個後援會他們做的 是外資的這個公讀生 他們有去發了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 江小姐 是外面的公讀生去 對不對 就是被約談的那一位 就是第一位 他有去做了這個動作 那這個是一個 雲林媳婦女兒的後援會 他們做的一個文宣 那當然我是不曉得 一直到他們被約談了之後 我才知道 那所以第一位被約談的 不是您本身這裡的公讀生 對 為什麼證據可以指向新潮流 或者說指向這個整個事情 包括北投分局 是 被我們這邊施壓 是 來自 現在是什麼樣子的政治力在執政 什麼樣的人現在能夠操控司法 那等一下也可以請你們去問問看北投分局 我覺得冤警也非常的無辜 他們其實也有透露他們受到上面的壓力 那上面是什麼 我們都是選舉過的人跟政治有經驗的人 就不用再裝了 我就說可以直接衝著我來 不用衝著對這些小朋友做這樣子 骯髒龜的事情 請問一下現在目前看的時候兩位 問一下其他的公讀生有類似的情況嗎 沒有 因為當時被抓去的那位公讀生 他從早上 然後一直被留在那個派出所一直到晚上10點多 那原警問他認不認識這邊的公讀生 或是任何人的電話 他就是給了兩個電話 一位就是我右手邊 這位21歲的大學生 另外就是給張姐的電話 可是他為什麼都有電話 然後他不選擇問張姐這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這份文宣是張姐這一邊 指示這個公讀生說你們可以去哪邊發送 那他為什麼要跳過 然後來找這個21歲的公讀生 而且你明明有行動電話 你為什麼還要跑到他中部的家 然後去找他的媽媽 然後告訴他你的兒子 帶著同學去發黑函 所以檢察官要辦他 然後搞得大家家人非常的擔心 然後媽媽壓力很大 很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然後他也壓力非常大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位公讀生 他在派出所當中 將近12個小時時間 但這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你們聽他說 有他說那個 他帶去了之後 這位偵察員就說他要出去辦事 然後就把他丟在那個地方 就讓他等 然後等到最後就是問他 這些東西 你發了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然後你發了多少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你認識李婉宇總部裡面 誰 有他什麼電話 這樣 然後就用他的電話 用他的自己那個共讀生的電話 打給他 那當時員警有沒有說 限制他使用手機之類的 沒有啊 那這個公讀生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你們求救之類的 沒有 沒有 我不曉得有沒有限制他 但他沒有打給我們任何人 那事後 就是包括說那一次12小時來的時候 還有被 譬如說有在被警報院 或者說有在後續 那位 那位公讀生 就沒有來了 就不見了 沒有來了 有聽說他有在被警報嗎 沒有沒有 就是沒有來了 沒有後來 後面就是找他 隔一天就是找他 那他們有被又進去嗎 只有他一位 我沒有 他沒有 他完全沒有被通知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有去警報嗎 只有這一位 他哪時候去警報 昨天 昨天 你幫我們講一下 剛剛是不是有警報 昨天就 昨天進去的時候 然後他就問我說有沒有法 我說沒有 然後他就問我一些細節 像是 就是 我有沒有 我認不認識這邊的人 然後我 他說我認不認識照片上的人 我說我不認識 然後他就說我認不認識 我認不認識 認識姐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我認識 然後他就說是不是他叫我 發給大家的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來這邊打工了 就是 然後他後來問我說我有沒有發 然後我說沒有 他就直接寫沒有了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沒有 因為他一開始跟我爸媽說 我有發 然後請我 就是講得很嚴重 然後我媽才那麼擔心 還說在監視機看到你 對 然後後來我去了 我說沒有他就寫沒有了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是什麼事情 要那麼急 馬上就跑到我 我外縣市的家裡面 你昨天大概去的時候會怎麼 你說我警局嗎 對 十幾二十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 想要去請你出我的話 他就會幫忙 不是 是因為他的父親 找了一些高層 到派出所去關心 你是在美國分局嗎 而且重點是 他根本沒有來上班 他有所有的證據 他根本沒有來 他根本沒有工作 他那時候人根本不在台北 所以這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那你昨天去分局的時候 有看到監視器畫面嗎 他們有沒有提供給你看 那你有要求說要看嗎 沒有 因為他問我有沒有 我說沒有 他就寫沒有了 那你說你看到你的筆錄是一點點 另外那個是一大跌 對 因為昨天也太緊張 我也忘記 在整個顧問當中 你會覺得很多哪邊是有疑點的部分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他一開始 通過學弟的電話跟我講的時候 是非常的急 然後第二天馬上就跑到我家去 重點是昨天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可能會晚一點到 跟他約好的時間 然後說晚一點到 可是他跟我講說 你沒關係你慢慢來 那我心裡就是在想說 既然你沒有那麼急的話 你為什麼要跑到我家去 讓我爸媽那麼擔心 所以我就覺得是非常的怪 然後 然後姐 她住了 她住了 她住家就在我老家的旁邊 她現在住家就在我老家的旁邊 可是重點是 為什麼 警察沒有去她家找她 負責人 然後跑來我家 跟我爸媽講一些 我根本就沒有做的事情 然後就讓我 更難心壓力更大 對 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警方根本到你家的過程是怎麼樣 就是 據我爸媽說 就是警察就進去 然後給他這張單子 然後說 然後就跟他說 我 我要被警察官 以這兩個罪名起訴 然後 然後說 監視界有拍到我 去發黑函 然後我叫學弟去發黑函 重點是我根本就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用這種 還沒有確定的罪名 然後去跟我爸媽說 感覺好像我已經做了 然後我就非常的匪夷所思 然後 越想越 就是越想越奇怪 然後越想越害怕 然後說 我到底哪裡有做錯了嗎 到現在做完筆錄 其實我還會怕說 之後是不是還有事情 要來找上我 然後 所以我昨天才 趕快去隆重 跟心理醫生溝通之後 他開了一點藥 一點鎮定的藥 跟安眠藥給我吃 然後說 希望我可以好一點 因為他的學弟是去買早餐 然後突然就被帶走 他到底是什麼 他是現行犯嗎 還是他是坐姦犯科嗎 他只是一個工讀生 然後他也沒有做什麼 就是像派報去投遞文宣 他也搞不清楚什麼東西 然後就去吃早餐 然後被帶走 這是什麼 這是台灣耶 你們怎麼會對20歲小孩這樣 太扯了吧 選舉不要選到沒有人性 那第一位公主持人 他在戴布上這樣 就遭到的情況 臨時的這樣帶走 會不會質疑說 是不是有跟蹤之類的這個情況 不是他就嚇到 他完全嚇到 他覺得怎麼這麼恐怖 可以這個樣子 對 北投 對 他就穿著拖鞋 要去買早餐 奇怪 他是做了什麼 他們就是每一個工作生都非常害怕 那以後還有人願意來替選舉的人 來去做任何的這些相關的工作嗎 年輕人還敢從政嗎 這事情也太奇怪嘛 就同樣的事件 然後有一個張小姐是一個資深的在這邊 然後他明明電話也都聯絡到人 你為什麼要跑到人家家裡面去 去威脅人家的媽媽 然後企圖要影響我辦公室所有的運作 這不夠明顯嗎 怎麼會這樣子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這一期你非拿到不可就對了 不論用什麼方法嗎 不對吧 是我李婉玉在選 你們有本事衝著我來 不要傷害我身邊所有的人 夠了真的 一二代再而三 一下侮辱我的老師 侮辱我的爸媽 侮辱現在又要連我的小朋友都要一起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比政見嗎 比你能做什麼 比我們能夠做什麼 不是嗎 我看到他這樣子然後他要去看醫生 你們有沒有人性 不要搞成這麼恐怖 真的 我當然是完全受害者 我當然知道他們是怎麼樣搞的 我被搞過啊 衝著我來嘛 太可惡了 我真的覺得你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就是要告訴大家 真的是新的白色威權時代嗎 我對於李婉玉陣營 他的服務處 一個月用多少水 我完全沒有興趣 我沒有必要找人去查他的水表 那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上週有支持者來跟我們反映 有人在散播黑寒 那黑寒的內容 不只把吳四遙抹黃 那還把吳四遙抹成一些很莫名其妙 不知所云 不堪入目的事 那真的讓人覺得很傻眼 讓人覺得很無奈 但是這已經是黑寒 而且是不實的攻擊 他明確是沒有劇名的 在法律上就構成了是黑寒的要件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就跟北投分局來報案 那報案之後 就讓警方去查案辦案 那我個人也沒有去做任何的關心 畢竟偵查不公開 這是很基本的法律原則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也還不知道這個黑寒是誰發放的 因為這是偵查不公開 那我也尊重警局的一個偵辦 那如果今天李婉玉小姐 她召開記者會 那來說是她的攻讀生來發放的 那原來真相大白 這個黑寒就是李婉玉陣營去發送的 所以我覺得後續的偵辦 還是讓檢警去做後續的辦理 那真的不需要無限上綱 我知道她似乎又指涉了 這是國家機器 這是新潮流在指使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無厘頭了 我要很嚴正的呼籲 選舉剩最後的兩天 可不可以懷抱一點良善 在面對這場選舉 從選舉的第一天到現在 李女士都是以仇恨 這種心境來對待 士林北投這塊淨土 我真的打從心裡的 為我們這塊土地受到這樣的傷害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傷害無私遙沒有關係 我是現任者 我接受更方的檢驗跟挑戰 但是如果一再的是仇恨式的 破壞式的攻擊不實抹黑 所以到選前兩天 原來黑函就是她的陣營發出的 那居然還可以二人先告狀 我覺得還要把北投分局拖下水 還要把國家機器拖下水 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 小姐她那個文宣上面 一開始你拿出來是沒有那個 雲林女兒女婿女兒的後援會 但他們剛才提供出來是有 所以她剛剛提供的是有庶民的嗎 對也是有庶民 那我覺得這可能又涉及另外一個法律的責任 那就是造假 我們跟警方來具體報警 舉發的就是一個沒有庶民的黑函 警方也是因為她是沒有庶民的黑函 才會展開偵辦的工作 如果一開始就是有庶民的 警方她也不會去偵辦 因為她不構成黑函的要件不是嗎 所以如果到今天 李小姐召開記者會 還在造假 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 她之前也造假了一個 民進黨中央黨部民調中心的數字 也是造假 民進黨也具體的要求她道歉 加以譴責她的違法行徑 所以如果到現在還在造假 二人先告狀 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 請給這場選舉一點起碼的尊嚴 拿出你的良善 如果你沒有良善的話 那我覺得你不配成為 要代表人民來問政的代議士 真的 我會堅持正能量 我會堅持正能量 那我們尊重警方的辦案 會不會覺得說 她這樣子就是推給一個後援會 就是是不是也要提醒她 都不要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這已經構成法律的很嚴重的一個責任 一個是發放黑函 如果今天她具體站出來 就是她指使跟教唆的 那就是她陣營去指使的 第二個層次是她今天的記者會 又最加一等 因為又有了另外一個新的罪行 就是造假 就是偽造 就是欺騙 那法律的部分我想還是讓檢警去處理 我不會去指導辦案 我對於她用多少水沒有興趣 我不會叫人去查她的水表 謝謝大家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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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